跟各位讲 我的樱桃萝卜的叶子长这么大了 尤其是上半部 这个宝特瓶挖洞的那个上半部 你看 叶子这么大 我想说也这么多天了 应该也是可以来做个采收 因为我看有的 你看 这有的樱桃 你看 它自己就蹦出来了 各位看 迫不及待要出来 我没有去动它 我在想 它是不是在跟我讲 叫我赶快把它挖出来 这有的也是 对 我就说我今天就来 来做个采收的动作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上半部它叶子很大 可能长得比较快 那我们今天就来跟它采收 这边 看 这棵先好了 因为本身樱桃萝卜就是大棵 各位看 他讲说樱桃嘛 樱桃 真的很樱桃喔 各位看 像樱桃一样的 你看 这棵很大棵 这棵 可是它形状好奇怪 它 它 是不够 是跟有一棵挤在一起 为什么它形状好怪 长条形的 等一下 好奇怪 它叶子为什么这么多 然后挡得这么小颗 对啊 你看 好小喔 对啊 要熟的 可是我跟你讲 这先看上面这棵 它也是长很好 好 那就把它挖 你看 这是正面白 好漂亮 这棵长得好圆 你看 对 对 刚才有挖过吗 这个感觉也很小颗的 为什么都那么小颗 嗯 继续挖 嗯 这颗 有希望的 因为有圆的就成熟 对 这个有圆 嗯 对 这个很小 还是红的就熟 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们不晓得 有时候人家介绍 那个照片 还是实体 那个 误差多少 放大多少 对 我也不知道 这个 对 嗯 嗯 那这个就比较大 嗯 那都是小颗 应该 它的成熟的 应该就类似这样 小小颗 对啊 然后我们也没什么 另外施肥 就是这样 对啊 就这样啊 对 那剩下的哈 剩下的就是 取一些就好了 来环保种子 再种一种就算了 其他就放线 其他就丢掉了 嗯 那是 那是